女明星嫁入豪门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总有一些人为了嫁入豪门 选择进入娱乐圈发展 只希望能够嫁个豪门老公 从此改变人生 普通人看到的豪门生活 其实只是一些表面现象 至于嫁入豪门后过得怎么样 只有自己知道 有些女明星虽然成功嫁入了豪门 但是婚后的生活却并没有想象中幸福 《还珠格格》中秦儿的扮演者王燕就一直被人质疑 王燕在出演《还珠格格》的时候 可以说是他事业的巅峰时期 这部剧播出之后 他也成为了一线明星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出演完《还珠格格》第二部 后王燕便结婚了 随后也慢慢地淡出了娱乐圈 生活中的王燕和剧中秦格格的性格特别相像 都温温二雅 王燕说他人生中有两件事十分的幸运 第一事情是考到了北京舞蹈学院 第二件事情是遇见他的丈夫王志才 但是婚后的王燕真的幸福吗 从一线当红女星 到嫁给二婚大自己11岁的王志才 进门给人当后妈 这真是他想要的生活吗 今天带你一次看个透 王燕1974年出生于青岛 自幼就身材高挑 喜好舞蹈 在他十岁的时候就被北京舞蹈学院录取了 当时与他一起参加考试的有几十个孩子 但是最后只有他一个人通过了 虽然那个时候的他只有不到四年的武林 但是身体却十分的柔软 在众多孩子中脱颖而出 王燕的父母也十分支持他跳舞 年纪小小的他就独自去往了北京学习 而每年的寒暑假也成为了王燕能够和亲人相聚的日子 在他每次登上火车之前 他的母亲都会给他做好一顿饺子 因为山东习俗就是上车饺子 下车面而成名后的王燕表示 不敢吃饺子了 因为每次吃到饺子之后都会感到分离的悲伤 还好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虽然王燕的年纪比较小 但是在舞蹈方面却十分的有天赋 加上平时的练习也十分认真 1988年年仅14岁的王燕就在桃李飞舞蹈大赛中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当时就由美国的学校对王燕抛出了橄榄枝 但是王燕还是选择留在了国内 大学毕业之后 王燕就成功进入了铁路文工团 虽然王燕在舞蹈方面比较出众 但是他却并不想一直跳舞 王燕说迟早有一天他会走到外面的而他也做到了 1992年的时候 改编自琼瑶的《梅花烙》 正式开拍 开拍之后发现缺少一个会跳舞的丫鬟 王燕因为舞跳得好被人介绍来试镜 他也不负众望地被成功选中 进组后的他 因为气质非常出众 美艳动人 被琼瑶深深地记住了 同时也被很多导演制片人注意到了 随后他又出演了《地久天长》 《骑侠俏妹闹热河》 《烟索重楼》 《鬼土》 《今生今世》 但是都不稳不活 直到1995年 王燕从舞蹈学院毕业 被分配到文工团后 王燕迎来人生转折点 有一天 他的老师打电话给王燕说 燕儿 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当时年仅19岁的他是很排斥的 但是老师的面子又不能不给 他连装都没话就去了 见面后才了解到 对方原来是北京的房地产大鳄王智才 比他大11岁 有一个10岁的儿子 后来的京城四少王硕 两个人都没有表现出热情 匆匆吃完饭就分开了 联系方式也没有互留 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谁知 回去没几天王燕 就生病了 王智才刚好给他老师打电话询问情况 知道他生病后 马上前来探望 两个人就这样慢慢熟络起来了 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开始出双路队了 两个人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一见钟情 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追求过程 就这样淡淡的进行相处 在王智才的身上 有一种低调是王燕所喜欢的 而王智才也喜欢王燕这种温柔的性格 两个人确定关系后 王燕就飞到了澳大利亚帮忙打理生意 还进修了英语课程 两个人在一起两年于1997年 在澳大利亚注册结婚 同年 环珠格格准备拍摄的时候 琼瑶就极力邀请王燕来出演 但是当时他婆婆生病了 王燕便拒绝了 因为他的婆婆是满亲后裔 规矩颇多 所有照顾的事情都是王燕亲力亲为 连洗脚都像伺候老佛爷那天跪着 所有娱乐圈一直在传王燕跪着给婆婆洗脚 杭文生活不好过 直到1999年 环珠格格第二部 开拍 琼瑶再次邀请王燕来出演 秦格格这一角色 那时他婆婆的病情也已经好转 不用他再伺候 他决定出演 王燕在进组后 也十分珍惜这个机会 他也成功把秦格格这个角色演活了 环珠格格第二部播出之后 王燕凭借这个角色成为了很多观众心目中的女神 剧中的他温婉懂事 善解人意 甜美可人 完全就是在演艺生活中的自己 后来王志才在采访的时候还表示 自己的母亲就喜欢秦格格这样的性格 可能这也是他得以嫁入豪门的原因 2000年 在王燕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两个人与北京正式结婚 结婚之后 王燕便搬到了王志才的豪宅当中 两人和婆婆一起居住 从此过上了豪门太太的生活 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的羡慕他 但是豪门太太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因为王志才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儿子 而王燕和王志才结婚之后 也成为了这个儿子的后妈 虽然王朔给人一种恶哨的形象 但他跟王燕的关系还算是融洽 继母王燕仅仅比王朔大八岁 而王朔也没把王燕当成敌人 在父亲和王燕结婚的时候 18岁的王朔还在忙着谈恋爱 王燕在聊到和继子王朔关系的时候 也说道 我们之间与朋友相处 不会去限制他 会给他很大的自由 虽然在外人的眼中 王燕过上了豪门太太的生活 但是实际上 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却很低 在王志才的家中 还保留有一些清朝的传统习俗 王燕给婆婆跪下洗脚 一直都在娱乐圈有流传 而之后这件事情的真假 我们也无从得知 但是从王志才的一些言论当中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王燕在家中的日子并不好过 也有记者问王志才在生活当中 王燕是什么样子的 王志才表示 王燕和秦格格的性格非常像 即使受了一些委屈 他都会自己挺过去 不知道王燕听到王志才这样的言论之后 会有怎样的感想 虽然嫁入了豪门 但是王燕也经常会出现在荧幕上和大家见面 毕竟只有自己独立起来 才能够有说话的底气 2004年 王燕因怀孕淡出娱乐圈 06年儿子王红青 球球 出生后 他的工作重心也都在儿子这里 拍摄了不少育儿的杂志 还是出了本育儿书籍《完美妈妈》 直到2015年 王燕带着自己的儿子球球参加了宝贝对不起 这档综艺节目 大家才了解到他的豪门生活并不容易 当时有很多亲子类型的节目和大家见面 但是宝贝对不起 却和其他的亲子节目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 聚集了很多富二代的孩子 而家长们之所以带孩子来参加这个节目 就是想让他们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 教会他们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档节目当中 王燕和球球备受网友们的关注 关于他们的话题一直有着很高的热度 当时录制的时候 球球还不到十岁 但是在节目中的他经常炫富 很多网友看了之后也十分的震惊 但是这并不是最过分的 节目中 球球丝毫不把王燕放在眼里 对着镜头说 王燕是猪头 虽然说小孩子的一些行为我们可以原谅 但是从节目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球球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孩子 节目中还有人问到 如果生活当中妈妈批评他怎么办 他表示我会打他 还说就算妈妈摔倒了 也不会管他 还吐槽妈妈只会花钱 王燕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也没有说什么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段婚姻当中 王燕一直处于非常弱势的状态 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尊重他 当时王燕的豪门生活一度遭到质疑 很多人都认为他在家里的地位应该不高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燕的儿子也长大了 人也懂事了不少 在2019 王牌对王牌的节目当中 也看到了球球的改变 节目中的他对王燕说出了很多暖心的话 整个人成熟了不少 在王牌的录制过程当中 王燕还为大家展示了一幅字 是他儿子在十岁的时候给他写的 他非常珍惜 所以一直都保留至今 后来节目组放出了球球说话的一段视频 王燕在看到之后十分感动 当场就流下了泪水 视频中的球球表示今后会努力学习 成为妈妈的骄傲 还说让妈要好好吃饭 注意身体 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从小到大球球一直都很有主见 虽然有的时候有一些淘气 但是思维却十分的清晰 有着很高的词汇量 大家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球球了 再次看到的他有这样的改变 也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球球也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 很多网友都为王燕感觉开心 作为一位母亲 王燕为了自己的儿子 默默付出了很多 十分伟大 即使当时看完视频的王燕十分感动 但是也没有忘记替儿子要签名 因为球球十分喜欢沈腾 所以在参加节目之前 就跟妈妈说想要拿到沈腾的签名 王燕也表示 在他的生命当中 球球十分的重要 是他生命的全部 之前很多人都说 球球欺负王燕 说王燕在家中的地位非常弱势 大多数人都认为 球球长大之后 会变成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但是球球这次的现身 却让我们感觉十分意外 通过这次节目录制 也让大家对球球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虽然球球小的时候不懂事 但是现在的他却十分暖心 长相方面也十分的帅气 希望未来球球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妈妈 后来王燕和儿子一起出现在机场 也被网友们拍了下来 照片中的两人十分亲密 而且王燕的状态也很好 两个人看起来像姐弟一样 球球也十分的懂事 负责拿着妈妈的行李 以前那些不好的演员也都随之消散了 后来俩人一起参加了一道访谈节目 两人在节目中回答问题的时候 十分默契 主持人还称王燕为捧跟妈妈 后来主持人问到球球 和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球球回答说关系一直都很好 主持人再次追问 在她的心中 妈妈排第几名 球球非常坚定地说 排在第一 爸爸排在第二 后来主持人又问 最喜欢沈腾的哪部作品 球球的回答也非常机智 说沈腾的每一部作品都非常喜欢 真是有一位有情商的孩子呢 随着球球的长大 王燕也开始回到娱乐圈发展 而王志才为了方便王燕的工作 还给他特意调来了一辆豪车 每次在剧组休息的时候 王燕就会回到车中 很多演员看了之后都十分的羡慕 还有人问这个车价值多少 王燕也非常淡定地回答到一百来万吧 后来王燕和王志才结婚十周年的时候 一直十分低调的王志才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在提论的过程当中 他也对王燕做出了评价 在他的心中 王燕一直是一位非常合格的妻子和母亲 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 他从来都没有表扬过王燕 经常会提出意见 所以在他的心中 他觉得有一些对不起王燕 从他的言语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十分的真挚 也让我们了解了王燕在家中的真实情况 不管是作为一位妻子 还是作为一位母亲 王燕都是称职的 其中王志才说的那句 他欠王燕的十分有重量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在兼顾事业的同时 还要照顾好家庭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管王燕选择哪一条道路 这都是他甘有的权利 虽然有段时间 他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选择回归家庭 但是相信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表示理解 而在这过程当中 他也成为了一位合格的母亲 现在的王燕不仅事业有成 而且家庭十分幸福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他也重新回到了荧幕面前 虽然和年轻的时候不能对比 但是现在的他也别有一番韵味 可能很多人认为 如果当初的王燕没有选择离开娱乐圈 凭借他当时的条件 一定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但是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虽然嫁入豪门之后的他 引来了很多人羡慕的眼光 不过事事难料 这场婚姻的背后 他也体验了很多酸甜苦辣 不过这都是王燕自己的选择 他也表示不后悔 如今在公众场合 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期待他今后能有好的作品 超越琴儿吧 他也不为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